捕蛇人的赚钱门道 这是由牧业天仙分享的第145个因果故事 这个故事由一位莲友讲述 故事中的我指的是讲述人 我们村里有个人现在60岁左右 小时候常听别人叫他捕蛇人 因为他捕蛇很厉害 听妈妈说他年轻时去当兵 对一个山村里的老人很好 老人因为感激 就把自己毕生的捕蛇技术 和如何治疗毒蛇咬伤的祖传医术 都传给了他 后来这个祖传的艺术 成了他谋生的本领 捕蛇人退伍复原后 回家开了个专门医治毒蛇咬伤的诊所 我们那里是山区 蛇多 山民们到山上干活 时常会被毒蛇咬伤 所以诊所的生意特别好 八十年代末 我们那里的村民种一年的田 收入都不过千 可他们家一年就能赚到两万多 那时的万元户 可都是大户 不过他们家之所以能赚这么多钱 是有原因的 每年至少有六七十个被毒蛇咬伤的人 去找他看病 一来就都住在他家里 地方不够了 他便在外面租了房子 给这些病人住 明明是几天就能治好的伤 他偏故意给你慢慢医 非让你住上几个月 才给你治好 那些山民很可怜 来治病就要花掉几百上千元 一年的劳作都不一定赚得回来 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在我们村里 也就那么一两个人会医术 山民们连城市医院的门都找不着 为了保命只能花钱消灾 哑巴吃黄连了 捕蛇人有两个儿子 跟我们家两兄弟同龄 在一个学校读书 他的儿子仗着家里有钱 在学校特别的威风 平时几乎不跟我们穷家的孩子一起玩 但对于那些当官的孩子 就买东西拉拢 共同欺负别的同学 在学校里称王称霸 他们家的日子在当时 真可谓风光无限 可是最近听说 他那两个儿子 一个赌博欠债 一个生意亏本 把老爸的房子都卖掉还债了 其中一个还离了婚 日子过得很不顺利 而他们的老爸 那位捕蛇人 去年查出得了白血病 命不久矣 牧业偏先感言 捕蛇人年轻时 因为对一个老人好 所以得到了老人的倾囊相授 此为善报 开诊所 本可成为一个积德救人的职业 他却将此当成了恋财的工具 所以赶招来了两个德行不好的儿子 以不正当的手段 练到了财富 最终被两个没有德行的败家子散尽了 在刘友生善人的回忆录中有记载 血液病多是因为钱财来路不振 导致的恶报 常有朋友评论说 怎么坏人混得风生水起 其实就是只看到了眼前 而没有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 要知道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还让我们今天小时 我们小时 请教能 扇